女人狠心转过身 突然她的眼睛变成了红色 顿时拥有了无穷的力量 接着她变身为一只火风 像一头黑龙飞去 与黑龙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原来女人本是人族的圣后天海 人族与妖族一直和平共处 魔族却妄想统一三族 大批魔兵侵袭人间 人族皇帝太宗带领士兵与妖族联手 经过数十年苦战 终于打退了魔族 不料刚平定天下不久 太宗却突然驾崩 魔族得知消息再次进攻人族 然而这一场战争魔族来势汹汹 人族没有了太宗根本就无法抵挡 大臣们着急不已 这时圣后站起来说 之后她启动了周独夫所创的星盘大阵 死去的人族士兵顿时活了过来 圣后继续操作星盘大阵对付魔族 不料魔族军师黑袍突然到来 没有太宗血脉祭祀 你也只能发挥大阵威力的一二场 不如我帮你回去大阵 免得你们连最后的血脉都保不住 接着黑袍使用分身幻影攻击圣后 圣后变换出火吃对付黑袍 黑袍的分身被圣后消灭 她健壮急忙逃走了 圣后紧随气候追了出去 这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条黑龙攻击人族士兵 他就是悬双巨龙 士兵在黑龙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 再加上黑袍的攻击 人族数万士兵顿时伤亡 圣后健壮化身火缝飞向黑龙 她拼尽全力对付黑龙 终于暂时打退了黑龙 而她自己也身受重伤 圣后看向自己刚出生的儿子 果然星盘大阵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打退了魔族 圣后牺牲了儿子以一己之力拯救了整个人族 朝中大臣却着急地要立相王为帝 圣后斥责他们魔族来袭的时候 他们与相王都在哪里 能与魔族便是天心 能安天下便是民意 我天海幽学虽是女子 为何不能称帝 这时大周教宗隐行道站出来说 愿意支持圣后称帝 国教学院的人却坚持反对 女子称帝 古无先例 最后圣后在银行道的支持下终于登基为帝 并下令查超国教学院 通缉院长伤信周 原来黑袍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攻入皇城 肯定是有内奸接应 而伤信周却无辜失踪 圣后断定他就是奸细 在登上皇位的那一刻 想到儿子圣后心里愧疚不已 他暗自发誓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找到他的儿子 小男孩不小心划伤了手 鲜血滴到树叶上 原本干枯的树叶瞬间变绿 同时他的鲜血也引来了一头巨狼 小男孩吓得急忙逃跑 巨狼在后面追赶 两个小男孩不慎摔倒 巨狼也追上了他们 看着虎视眈眈的巨狼 师兄想拉着小男孩逃跑 小男孩自知他们根本就跑不过巨狼 于是决定跟他沟通一下 你会说狼语了 不会 但我会说龙语 说不定他也会呢 小男孩小心翼翼地去摸巨狼想与他沟通 就在巨狼准备攻击时 突然被一支箭射到 原来是小男孩的师父寄到人赶来了 巨狼见状急忙逃走 师父为小男孩包扎了伤口 并嘱咐他 他的血液中含有星辰之力 能治百病 平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让自己受伤流血 因为他每流一次血受命就会折损 不久后小男孩和师兄再次上山采药 遇到了一个男人背着一个小女孩 正在被魔族人追杀 小男孩情急之下拿出一枚法器 对着法器念了一句咒语 然后将法器扔了出去 魔族人顿时被消灭 这时师父到来 并将他们带回了家 原来小女孩身负天凤血脉 但是他的天凤血脉觉醒得太早 血脉之力暴涨 父亲为他寻遍了神医都没有办法 祭道人说先帮他开药试试看 但是一切还得看天意 就在他们走后 小男孩看着昏迷不醒的小女孩 他想到了师父说的话 自己的血能治百病还能增加功力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咬破了自己的手指 将他的鲜血喂给小女孩 片刻过后 小女孩进醒了过来 我在哪 这是我家 我就陈张张 你叫什么 我叫徐有荣 正在这时师父回来了 看到徐有荣突然醒来了 当即知道是陈长生用自己的血救了徐有荣 师父斥责陈长生不听自己的话 善良的长生却说自己不能见死不救 之后徐有荣与陈长生成了好朋友 他们一起在河中抓鱼玩得非常开心 然而很快徐有荣就要与父亲离开了 父亲为了报答陈长生的救命之恩 就和祭道人为他们定下了娃娃亲 离别之前 徐有荣送给陈长生一只竹蜻蜓和寻风鹤 方便他们以后联系 陈长生也拿出一个小瓶子交给徐有荣 嘱咐他在生病的时候就可以吃 之后几人一一不舍地告别 陈长生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心中无比惆怅 徐有荣因为身负天凤险赖 下山之后就被父亲送去圣女风修炼 他们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 转眼已过了十年 陈长生已经长成了一位翩翩少年 然而他的身体却一日不如一日 又一次晕倒在师兄怀里 原来是他身体里的星辰之力越来越强大 现在已经无法控制 他最多也就只有一年多的寿命 师父曾给他算过命 说他活不过二十岁 虽然万分不可置信 但看着师父凝重的神情 也证明师父此话非虚 书上不是说人定胜天吗 难道我的命不能改变 想用你一天改命 师父告诉长生 想要活命只有两条路可走 但都难如登天 第一条路便是将自己的功力 修炼至神影境界 但从最低等级的洗水 进到最高的神影境 中间跨越了六个等级 分为洗水 作照通幽 巨星丛盛 以及神影 每个等级之间又分出了 初入 中境 上境 巅峰四个小等级 也就是说一共二十四个等级 更何况至今都没人修炼到神影境界 这对于洗水都没有进行的长生来说 简直是痴人说梦 第二条路便是逆天改命 然而从古至今改名成功的 也仅有周独夫一人 传说中周独夫此前留下一本笔记在林虚格 也许得到这个笔记 或许有逆天改命的线索 但林虚格却是一个禁地 想要进入便必须参加三年一次的大潮市 并且打败数以万计的精英博魁 才能进入参院 画到此处长生眼中 闪现一丝光亮 今天刚好就是大潮市 可是你上的修炼了 听闻师父所述 长生的心情已经跌落到了谷底 但是师父也指出了第三条路 那边是洗着澡看着表 舒服一秒是一秒 为师呢 会用尽一切的方法 替你严肃三年 劝导长生莫要追寻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说完便留下长生不自考虑 如师父所说 假如可以再续命三年 应该也能完成这辈子所有的遗憾 所以长生陷入了沉思 直到一只七年蝉飞入他的眼帘 这种蝉的蝉有 在图层中 要折服七年会更久 七年折服 七日光阴 到此长生已然是有了自己的决定 决绝地败为了自己的师父 他想要试试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但在下山的途中 却遇到一个正在逃命的姑娘 姑娘看到眼前的长生立马充满了警惕 但看着此人一脸的柔弱 也随之放下了历劫 就在此时魔族公主也已经追杀至此 男子汉大丈夫长生也是天生的正义感 第一时间便将妹子护在了身后 然后经典的一幕便出现了 有话好好说 为什么要动我 滚开 我知道我打不过你 但是我可以以礼服人 三千道藏有余 天知道 妹子也是无语正乃是天将正义 赶紧便与魔女战成了一团 长生也没闲着立马掏出顿球 将魔女定住 只是这范围有点广 妹子也被笼罩其中 长生笨手笨脚地将妹子拉出来 二人便逃之夭夭 有容乃是人足圣女 骨子里透露着一股高傲 二人脱险之后 长生本想为其治疗 但有容却直接拒绝 随后便与其分道扬镳 此时都不知二人 便是相似了十几年的好友 长生本以为是初见 又忘了问其名字 便在心中默默为其取了个名字 那便是初见姑娘 此次长生进入神都 也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他决定去参加大潮市赢得比赛 然后进入灵虚阁 找到周独夫的笔记寻找方法 临走之前师父交给他一份 和徐有容的婚书 让他去徐家旅行婚约 陈长生自知自己活不过二十岁 就打算去退婚 他来到了徐家 刚准备拿出婚书还给他们时 丈母娘看他穿着寒酸就出言羞辱 甚至还辱及他的师父 陈长生一听当即改变了主意 陈长生的做法彻底惹怒了丈母娘 之后他来到天道院报名时 因他没有修为被考官拒绝 陈长生却说以天道院院规 单独通过文室也可以入院 最后陈长生凭借超人的记忆力通过了文室 然而放榜之后却并没有他的名字 陈长生便打算去报考别的学院 唐十三为他打抱不平 考官却告诉他 公子啊 我建议你以后离他远一点 他得罪贵人了 之后陈长生又来到了摘星学院 这里的考核是在场内与魔族共处一炷香的时间 只能徒手搏击 能坚持到最后就可以胜出 陈长生以吹熏的办法对付魔族 他的曲子有催眠的功效 一会儿魔族巨人就趴在地上呼呼大睡 不料考官却是一手下同时放出了四个魔族巨人 陈长生大惊 他只好拿出法器为自己设下结界 然后又吹起了催眠曲 四个魔族巨人使劲地拍打结界却无济于事 终于时间到了 陈长生也成功放倒了他们 然而放榜的时候却还是没有他的名字 陈长生质问他们为什么没有自己 考官却说他们只是执行命令 并劝他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尽早离开神都 陈长生只好失望地离去 之后陈长生又报考了其他学院还是如此 最后只剩下了国教学院 他来到了国教学院 而这里已经荒废 如今学院已经长满了长藤院门紧闭 好在教宗为了保住师兄的心血 为学院施下了最强禁止 留住了这空空的学院 圣后也许夏宇诺 只要有人能够通过这奇门禁止 便可以重开学院 但也都很明白 谁要重开了学院 那便是把圣后得罪的死死的 所以这么多年来 没有人敢当这个冤打头 长生如今已经和死人无异 就算是龙坛虎穴 他也只能一世 就在此时丈人爹出现在了长生的身后 告诉长生 其实没必要如此遭见自己 只要答应退婚 只需给他一丁点权力 以后再神都横着走都可以 否则他随时可以成为河中的浮尸 可长生却是个倔疲借 直接回绝了丈人爹的建议 那神降大 应该是喝着神度的河水长大 此话一出差点没把丈人爹淹死 三十六看到长生来此也是 惊出一身冷汗 生怕这刚认识的朋友就这么挂了 直接把长生拉回了自己家里 盯着长生哪都不让去 但是长生经过一晚上的推演 四日便不顾三十六的反对 再次来到了学院 眼前数十个滚动的建桩 犹如一个个巨型的绞肉机 看似危险重重 其实一点都不安全 但长生已经通过一晚上的演练 已经深知剑阵的规律 靠着主角光环和那无比风骚的蛇皮走位 还是丝毫未伤地通过了剑阵 然而这一切根本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 长生刚要向前 身前却突然划过一道剑气 长生抬头望去瞬间蒙了 竟然还有下一道剑阵 剑气在学院的门前 形成了一道灭纱屏障 长生思索了许久 他根本没有可能从其中的空隙钻过去 陈长生为了逆天改命 成功地破除了教宗设下的剑阵 曾经定下过规矩 只要破除剑阵 便可重开学院 但是眼前还有一个难题 便是国教学院的要事不知所踪 无法进入学院内部的长生 只能住进了国教学院的藏书阁 长生唯一的爱好便是读书 所以他也算如鱼得水 并且找到了一本修炼的基础藏书 洗髓 这让长生如获至宝 曾经他多次请求师父教他修炼 却被师父拒绝 如今他才明白师父的一片苦心 仅仅洗髓出击的宁神 就差点要了他半条命 他的血液带有天然的一箱 洛洛虽然是妖族公主 可对这一箱也是欲罢不能 闻着未便来到了国教学院 可没想到这让追杀他的杀手寻得了实际 这里顿时布下了天罗地网 将洛洛和陈长生都困在了里面 原来这九头蛇杖竟是魔族盛起燕罗 而男子就是魔族北斗七杀之一的耶识坛 自从当年魔族被人妖两族打败之后 一直在寻找机会打败人族 正逢此时妖族公主白洛恒因修炼人族功法 导致经脉逆转 于是他便来到人族寻求解决办法 魔族黑袍就派耶识坛律来杀了公主 破坏人妖两族的结盟 洛洛拿出千里牛本想逃跑 不料却被耶识坛律拉了回来 能够在人族的都城杀死你 我愿意奉献一切 他只好拿出了神兵洛宇殿 与耶识坛律打了起来 只可惜洛洛终究不是他的对手 这时在屋内打坐的陈长生听到打斗声 急忙出来查看 眼看洛洛就要被耶识坛律抓住 这时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天星应付 真缘随意 平万玄间 风雨脸 洛洛根据陈长生的指点 顿时破了耶识坛律的独门步伐和法器 渐渐占了上风 耶识坛律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他愤怒的大喊是谁在暗中捣鬼 这时陈长生才走了出来 耶识坛律气愤不已 拿出魔族圣物燕罗将洛洛和陈长生困在了里面 洛洛想要用神兵落雨鞭破了燕罗网 不料却因经脉逆转倒了下去 陈长生剑状急忙出手 拿出宝剑使用自己在书记看到的工法破除燕罗网 原来天大的手 是有人会替我挡着的 陈长生不费吹灰之力就破了燕罗网 耶识坛律见自己的阵法被破 只好先行逃走 陈长生急忙上前查看洛洛 这时金玉绿也赶了过来 陈长生将洛洛带回了国教学院 并在他全身扎满了银针为他医治 这时洛洛终于醒了过来 我怎么成事啊 别动 你的伤还没好呢 一看到陈长生洛洛当即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 执意要拜他为师 转天一大早就带来了好多奇珍异宝 武功秘吉 还有名贵的药材来报恩 就连他逃生用的千里钮都给了陈长生 陈长生却说武功不受禄 洛洛当即跪了下来说要拜他为师 陈长生急忙拉起了洛洛 说他的修为比自己还高 自己怎么能做他师父 洛洛却认为自己能打败耶诗坛律 都是靠陈长生的指点 他非要拜他为师 不惜跪下来抱着他的大头 如今除了陈长生他谁也不认 夜晚陈长生正在温泉里洗澡 墙上的砖突然被人砸开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这时洛洛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吩咐手下将场面清理干净 不料转身却看到了不该看的音 天海牙一听人家是妖族公主顿时下的囚牢 就在刚刚他仗着自己是圣后的侄子 当街欺负轩缘魄 而轩缘魄是陈长生的朋友 洛洛自然不能让他欺负师父的朋友 当即教训了他一顿 百姓都拍手叫好 洛洛高兴地带着自己的手下刚走没几步 就遇到了夜市谈律 夜市谈律上次失手之后 被黑袍抓走了妻子和女儿 为了他的家人 他曾在黑袍面前立誓一定要杀了妖族公主 果然他出手狠毒毫不留余地 妖族士兵顿时被他消灭 金玉律见状急忙出手对抗夜市谈律 但是他根本就不是夜市谈律的对手 每两下就被他打退 接着夜市谈律向轩缘魄发出一击 洛洛静转身挡在他身前 轩缘魄怎么也没想到公主会救自己 看着公主慢慢倒了下去 他着急不已 夜市谈律很庆幸自己就要完成任务 终于可以回家去见自己的妻儿了 他准备发出最后一击 不料却突然被一枚暗器打伤 来人正是圣后身边的女官莫语 夜市谈律拼尽全力逼出了体内的暗器 然后趁机逃跑了 洛宇急忙上前查看洛洛 准备将他带回皇宫医治 洛洛却非要让陈长生医治 之后发现他五脏已经被震伤 再加上他因修炼人族功法导致筋脉逆转 如今伤势非常严重 洛洛静还抓住陈长生的手 让他收自己为徒 他自知自己快不行了 就告诉了陈长生自己的身份 其实是妖族公主 之前是怕他不愿意收自己才故意隐瞒的 之后陈长生再次咬破了自己的手指 将他的血位给了洛洛 而他也因再次流血身体非常虚弱 他急忙吃下了一枚丹药 与此同时轩原破和金玉绿都闻到了一股香味 片刻之后洛洛就醒了过来 看到陈长生虚弱的样子非常担心 陈长生却说是因为刚刚就他时使用了一种功法 洛洛终于拜了陈长生为师 却发现国教学院竟然只有他们两个人 于是转身便让轩原破加入他们 轩原破高兴不已 又拜了洛洛为师 夜晚陈长生坐在房中修炼 他终于点亮了自己的命性 陈长生高兴不已 能成功隐心入命就代表他离逆天改命更近了一步 而远处的白帝和白后看到如此奇异的命性 猜想对方定是不凡之人 说不定还将会是他们女儿的贵人 胜后也看到了如此强大的命性 事所罕见 当即让墨宇去查此人是谁 与此同时魔族也看到了星空异响 男子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并且还能够一目千行 他用最短的时间翻阅了各种医书典籍 终于练出了能够解决妖族经脉问题的丹药 唐三十六还有所质疑 洛洛和轩辕破却极力支持陈长生 轩辕破拿起药丸却犹豫着不敢吃 陈长生健壮直接帮他喂进了嘴里 轩辕破感觉还挺好吃 不料下一秒他竟感觉浑身发热 身上冒出了大量的热气 陈长生健壮急忙用凝针控制住了他 他想到可能是自己的炼丹手法不对 打算找一个炼丹高手请教一下 这时金玉律告诉他 神都附近住着一个妖族炼丹师 名叫玄幽子 是一位炼丹天才 于是陈长生打算去找玄幽子请教炼丹技术 次日陈长生便找到了玄幽子的住处 在这里却碰到了徐友荣 他们一起走了进去 里面并没有人 徐友荣突然感觉有点头晕 下一秒竟被吸进了炼丹炉里 这时玄幽子才出现 你身上的每一滴凤凰惊喜 我都会把他炼成绝世神男 原来玄幽子早已成了魔族中人 他在神都潜伏这么多年 周园的幸存者拿到周园的钥匙 陈长生着急地寻找徐友荣 他按动了丹炉上的机关 瞬间进到了丹炉里面 看到徐友荣他高兴不已 又看到了玄幽子 就告诉他自己是来向他请教炼丹之术的 玄幽子却告诉他 想学成炼丹术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变成丹药 然后消失在他们眼前 接着玄幽子在外面启动阵法 想将他们炼成丹药 丹炉内顿时燃起了火焰 徐友荣伸出手 丹炉内的火焰顿时被他吸走 因为他身负天凤邪脉 念的就是火系法术 这也让陈长生想起了 小时候和一个小女孩一起考虑的情景 而他此时还不知道 眼前的徐友荣正是当年的小女孩 接着玄幽子再次施法 许多魔兵向他们走来 徐友荣出手对付魔兵 这些魔兵都是玄幽子变化而来 徐友荣的实力也不容小事 一会儿功夫就将他们全都拆成了碎片 但是这里是玄幽子的世界 他们必须找到阵法的生门 才能出去 陈长生拿出法器念出了咒语终于找到了生门 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死字 原来玄幽子逆转了阵法 此处正是大凶之地 接着丹炉内冒出了有毒的蓝色烟雾 必须得赶紧找到生门 陈长生急忙利用法器寻找生门 却因为阵法太复杂而失败了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只小鸭子 陈长生便跟随鸭子终于找到了生门 他们这才逃了出来 药奴激动地说自己被控炼丹炉三十年 终于逃出来了 原来他就是当年周园的唯一幸存者耶氏忽兰 当年众人为了抢夺周园内的质宝自相残杀 最终都同归于尽 耶氏忽兰虽然逃了出来 却被玄幽子抓走 逼问他周园的钥匙 这时魔族公主南克也来到了这里 徐友荣问耶氏忽兰周园钥匙的下落 耶氏忽兰告诉他 如今知道周园钥匙的人 只有陈氏皇族的御用所将念阴 尽最后一丝力气告诉他们 不要去那个地方 那是一个被诅咒过的地方 陈长生想起了丹炉上的那两句话 终于找到了解决妖族经脉的方法 一直以来妖族练功都是在模仿人族 使用逆念运行真气 却忘记了妖族的天性 导致真气运行不差 陈长生让他们尝试着用天性去运行真气 然后在陈长生的指导下 洛洛与轩辕破终于成功了 他们都高兴不已 这时新教师到来 为他们送上了青藤宴的请柬 这是青藤六院在大潮市的前哨站 陈长生接过了请柬 却发现要参加青藤宴必须得有硬性 而硬性就是国教学院的钥匙 当年圣后下令关闭了国教学院 从此钥匙就下落不明 想要找到钥匙比登天还难 男子被人一把推下了寒潭之中 当他醒来的时候 眼前放满了大量的金银珠宝 不料下一秒竟从洞口走出一条黑色巨龙 巨龙不断地蛊惑他 捡起这些财宝 他就是巨龙的食物了 接着玄霜巨龙向陈长生攻击而来 陈长生躲了过去 他知道自己这次躲不过去 玄霜巨龙吐出一口气 陈长生的脚瞬间被冰封 原来徐有龙的母亲为了让陈长生退婚 就跑去求墨宇想办法 墨宇为了帮徐有龙 靖甲一告诉陈长生寒潭之下 有治疗妖族经脉的生药 将陈长生带到了寒潭跟前 并将他推了下去想置他于死地 陈长生拔出了剑 准备与玄霜巨龙一战 就在这时他竟听到了巨龙在说话 他从小跟随师父学习龙语 于是他慢慢地与玄霜巨龙交谈了起来 玄霜巨龙也立即解除了对他的禁止 陈长生高兴不已 陈长生发现了玄霜巨龙脚上的锁链被射了阵法 才知道原来他就是19年前 人魔大战中被圣后击败的玄霜巨龙 之后圣后就将他囚禁在了这里 陈长生知道他想出去 便让他发誓不再给人族带来灾难 就可以想办法救他出去 玄霜巨龙立刻答应了陈长生 让他赶紧就自己出去 陈长生让巨龙将脚伸了过来 想用宝剑砍断锁链 不料却无济于事 玄霜巨龙失望不已 陈长生便说道 龙大叔 你先把我送出去 等我想好了主意我再回来救你 你叫谁龙大叔呢 不料下一秒 玄霜巨龙竟化身为一名妙龄少女 陈长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你说谁是大叔呢 我有那么老吗 我们龙族的寿命很长的 以我们龙族的寿命而言 我才两岁 谁会想到凶残可怕的巨龙 竟会是这么一位开朗可爱的女孩呢 陈长生为了表示歉意 重新为他取了个名字叫猪杀 小黑龙终于有了名字很高兴 却故意没好气地说名字能当饭吃吗 陈长生得知他已经饿了好久了 就将自己宝剑里储存的食物 拿了出来给小黑龙 小黑龙看到食物高兴不已 问他还有吗 陈长生又变出了一些 小黑龙高兴地吃了起来 越吃越开心 陈长生说自己的剑可以容纳万物 下次可以给他带更多好吃的 比如双头鱼龙下了的 小黑龙高兴坏了 陈长生研究着他脚上的阵法 发现这阵法极为复杂 小黑龙告诉他没用的 圣后曾说除非北心桥被落水淹没 要不然这个阵法是破除不了的 想要北心桥被淹没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陈长生让小黑龙将自己送出去 他一定会想办法救他出去 小黑龙无奈地答应了他 之后让陈长生将眼睛闭上 接着施法将陈长生送了出去 出去之后的陈长生一直在寻找解救小黑龙的办法 他没想到小黑龙竟然为了陈长生变成人生 还为陈长生说话 愤怒之下抽走了小黑龙所有修为 小黑龙只能绝望地看着圣后离开 然而圣后走出寒潭后 施法冰封了整个寒潭 陈长生一直在寻找解救小黑龙的办法 这天他看到轩缘破作了许多好吃的 就将吃的全部都收进了自己的宝剑里 准备带给小黑龙吃 不料当他来到寒潭之后 却发现整个寒潭都被冰封了 回去之后他翻越地图寻找北心桥 因为北心桥就是进入寒潭的另一个入口 不料在神都却没有一座桥叫北心桥 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徐友荣告诉他北心桥并不是桥 而是一口井 陈长生高兴不已 告别了徐友荣 急忙找到了那口井 用手一摸确实透露着寒气 洛洛发现师父最近一直很古怪 就暗中跟踪他 不料正好看到陈长生跳进了井里 师父 师父 而陈长生跳下去之后果然见到了小黑龙 小黑龙还在生气陈长生这么久了过来看他 没想到陈长生将自己带的美食全都拿了出来 小黑龙看到美食顿时喜笑颜开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接着陈长生手一挥 又变出了许多美食 小黑龙顿时高兴不已 拿起一只大螃蟹就吃了起来 洛洛回去之后哭着告诉大家 陈长生跳进了 并带着他们来到了井边 轩辕破和唐三十六刚来到这里 就看到井边伸出了一只手 顿时被吓了一条 男子在地上捡到一只纸鹤 顿时发现眼前的女孩就是与他定下娃娃亲的未婚妻 原来小时候他用自己的鲜血救活了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的爷爷便为他们定下娃娃亲 长大后男子因为血液中的星辰之力活不过二十岁 他为了不耽误小女孩就去退婚 路上两人几次相遇却不知彼此的身份 陈长生便称他初见姑娘 而徐友荣得知爷爷为他们定下了娃娃亲事 特别高兴 后来又得知陈长生居然去他家退婚 他感到无比失落 直到他们再次相遇 他得知眼前的男子就是陈长生事 心中有种莫名的感觉 魔族认为陈长生得到了周园的钥匙 就以徐友荣的名医约见陈长生 与此同时徐友荣正在打坐 突然发现了魔族公主南克的踪迹 就追了出来 南克却变换出了分身引走了徐友荣 陈长生来到了约定地点 却看到了南克 南克拔剑就要对陈长生出手 陈长生使用阵法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结界 后来又用移形遁地之术逃走 不料刚逃出来就遇到了黑袍 黑袍让他交出周园钥匙 陈长生趁黑袍不注意又为自己打造了结界 不料结界瞬间被黑袍破解 并将陈长生打倒在地 陈长生再次使用移形遁地之术逃走 这时又遇到了徐友荣 两人便一起逃走 黑袍瞬间变换出无数分身 让他们分头寻找陈长生 片刻之后他们依然没有找到陈长生 黑袍气愤不已 用自己的神石在周围布下了魔音画章 陈长生与徐友荣都知道 黑袍神石所画的结界功不可破 如今只有找到他功法的弱点才能想办法逃出去 他用了什么功法都不知道 于是徐友荣便出去与黑袍对战 陈长生在旁边观察他的功法 只是黑袍实在是太厉害了 徐友荣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没几下就被黑袍打倒 他身上的寻风鹤也掉落在地 陈长生看到后急忙跑过去拿起寻风鹤 他认出这就是小时候徐友荣留给自己联络的信物 知道他就是与自己有婚约的徐友荣 这时徐友荣被黑袍打飞了出去 陈长生急忙上前抱住他 这一刻两人四目相对 心中都有一种莫名的情感 直到听到黑袍的声音 陈长生才慢慢放下了徐友荣 他已经知道了黑袍所用的功法就是魏伯纪勇 黑袍使用魏伯纪勇召来了死去的英灵对付他们 但是这些英灵都是死去的忠勇战士 而黑袍现在是魔族 这些英灵自然不会为他所用 于是陈长生念出了咒语 反而控制了英灵对付黑袍 黑袍急忙为自己设下结界 黑袍瞬间被陈长生击败 他只有落荒而逃 徐友荣佩服陈长生怎么会知道那么多 陈长生却说自己还知道他的许多事 听到这些话徐友荣深感欣慰 这时洛洛寻找陈长生来到了这里 徐友荣只好约他晚上三更奈何桥头相见 女孩跳入了一口井中 却惊醒了在井底睡觉的小黑龙 下一秒就被小黑龙捆绑了起来 告诉我 你是自己送上门来的 当了我的干粮 别抱怨 现在我后悔了 他拿出千里牛想要逃走 不料千里牛却没有了反应 小黑龙乐得哈哈大笑 坐下来独自吃着陈长生带给他的美食 还一边吃一边炫耀 洛洛的肚子却饿得咕咕大叫 小黑龙见状就为他解开了绳索 洛洛高兴不已 拿起水果就吃了起来 两人都高兴不已 小黑龙好奇地问他就这么相信陈长生 只因为他是他的师父 他们一个是人一个可是妖 洛洛却说 他是那种 只要你在他身边 就会觉得 活着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洛洛不断说着陈长生的优点 心中充满了幸福感 而小黑龙却不相信人 这让他想起了他的父亲 因为黑袍告诉他 他的父亲是被人族的周毒夫杀害了 要带他去复仇 也是因此小黑龙才会在人魔大战中 杀了无数大洲将士 最后被圣后击败 囚禁在寒潭十九年 小黑龙也因此痛恨人族 洛洛问他既然这么痛恨人族 为什么还要变成人呢 小黑龙却说不出话了 他能说他是因为陈长生变成人的吗 洛洛问他什么时候放了自己 小黑龙却不愿意放了他 于是两人便斗起了嘴 洛洛斗不过小黑龙 就提议斗志 小黑龙问洛洛一只香燃劲 需要一个时辰 用什么办法能让他在半个时辰内燃劲 洛洛一口就答了出来 当然是两头一起燃烧 接下来洛洛问小黑龙 有鸡两足 兔四足 鸡兔同龙 有头三十五个 有足九十四只 鸡兔各有多少只 而小黑龙真不亏是一枚吃货 居然幻想起有这么多好吃的 顿时高兴不已 拿着鸡腿吃了起来 那么老虎和龙谁更聪明一些呢 显然老虎更胜一筹 洛洛赢了小黑龙 并提醒他输了就要放自己走 小黑龙却说自己只是答应比赛 并没有说输了就要放他走 小黑龙得意地说 看在他这么可怜的份上 可以放他走 但是洛洛要说不如他聪明 洛洛是个大笨蛋 洛洛想也不想地就说 自己不如小黑龙聪明 自己是个大笨蛋 小黑龙顿时失落不已 让他赶紧走 只因他的女儿徐有龙 与陈长生从小就定下了娃娃亲 而他们嫌弃陈长生身份低微 又听说离山建宗 要在青藤宴上向女儿提亲 他绝对不能让陈长生 出现在青藤宴上 为此他找到了天海牙 夜晚天海牙儿带着一群黑衣人 闯进了国教学院 陈长生发现无数剑只向他飞来 急忙拿起剑跑出了外面 关键时刻洛洛出现 挡在师父身前 拿出洛宇神兵边对付黑衣人 突然一片叶子飞到了陈长生面前 陈长生伸手接住叶子 竟瞬间消失不见 洛洛见陈长生不见了着急不已 黑衣人也只好离开 原来是教宗就走了陈长生 教宗希望他能在青藤宴上 为国教学院争光 并告诉他前任院长 教宗知道陈长生是师兄的弟子后十分欣慰 天海牙儿没有除掉陈长生 又再次对他出手 不料陈长生身边有洛洛和唐三十六他们 他的阴谋再次落空 陈长生发现自己手中的命线又加长了 于是他将自己的婚书交给了洛洛 并告诉他如果青藤宴他没有出血 就让洛洛将婚书交给徐有荣 而天海牙儿两次失手 徐神将等不及了决定自己亲自出手 就让人对他下毒 手下发现陈长生已经没有了气息 徐神将便让人将他扔下了井里 男子被人扔进了一口井里 本来以为他必死无疑 没想到井底居然有一条悬双巨龙 将男子救了起来 这条悬双巨龙就是小黑龙 小黑龙唤醒了陈长生 陈长生好奇自己怎么会在这里 小黑龙才告诉他 他是被人扔下来的 得知是小黑龙救了他 陈长生急忙将自己带来的美食拿出来给小黑龙 小黑龙高兴地吃了起来 陈长生歉意地说自己中了毒 已经深入补水不要可解 就快死了不能救他出去吧 小黑龙听后立马施法查看了一番 他发现陈长生的血液有异于常人 这毒药对他无效 只是他气息微弱 确实活不了多久了 陈长生失落不已 至今他连洗水都没有成功 也只有等死的份了 在小黑龙的激励下 陈长生决定再次洗水 小黑龙在旁协助他 但是因为他的血脉有异 洗水对他来说异常艰难 最终他还是没坚持住晕了过去 小黑龙着急不已 为了救陈长生 小黑龙起身变化出真身 吐出一口龙血凝结的珠子 又变回人参来到陈长生身旁 他将珠子喂进了陈长生的嘴里 看着他渐渐好转才放心 小黑龙因为耗费精力而晕了过去 陈长生再次醒来时 知道是小黑龙救了自己 急忙感谢了他 小黑龙告诉他有自己的龙血相助 这次定能成功 陈长生便再次开始洗水 然而他的命星飞到了夜空中 夜观天象的圣后看到北星桥有异 当即前来查看 小黑龙发现有人到来 急忙施法将陈长生冰封了起来 圣后到来后只看到了小黑龙 施法又加固了小黑龙身上的阵法 小黑龙顿势痛苦不堪 圣后转身刚要走 却看到了一旁的冰雕 小黑龙害怕不已 圣后一步步向冰雕走来 小黑龙着急地说 老老婆 你不许动我的东西 这样更加引起了圣后的好奇心 圣后一施法 手中火焰顿时将冰雕慢慢融化 眼看陈长生就要暴露了出来 小黑龙着急不已 而此时清藤宴已经开始 离山建宗出来向徐神将提亲 晚辈特代表离山建宗向东御神将府徐神将提亲 离山建宗邱山君提亲与徐神将之女徐友荣 缔结姻缘 徐神将高兴不已 洛洛等不到师父到来着急不已 眼看徐友荣与邱山君的婚事就要定下了 这时洛洛突然出声 胡反对 所有人都惊奇地看向洛洛 这时洛洛走出来说 徐友荣也有良配 自然嫁不得别人 徐友荣的良配就是我师父陈长生 他二人早已有了婚约 徐神将听后大怒 大家一听婚约都好奇不已 离山建宗的人更是质问洛洛有什么证据 吴剑更说陈长生连洗髓都没有成功 有什么资格娶徐友荣 徐友荣有没有资格嫁平我师父 我都还没追究呢 离山建宗被说得哑口无言 为了证实陈长生与徐友荣已有婚约的事实 洛洛拿出了他们的婚书 交给了陈流王 陈流王看后证实婚书确实是真的 因为这是神将府的家事 陈流王便将决定权交给了徐神将 徐神将却说他们绝不会承认这可笑的婚约 这时唐三十六站出来嘲讽他们 人家当事人都不在场 他们亲友团瞎起什么劲 青藤燕本是青年才俊互相切磋的地方 到底还打不打 此时离山建宗开始挑战国教学院 而国教学院重开必须得有真才是学 才能让天下人幸福 只是陈长生不在他们只有两人 陈流王便说他们只要能胜一局 就可以让天下人幸福 这时的陈长生终于洗髓成功 有了小黑龙龙血的帮助 他不但成功洗嘴还净身为了做照景 得知自己已经做了一夜 他急忙告别了小黑龙向青藤燕跑去 这时墨宇站起来说 因为洛洛是妖族公主 胜后有令不准她参加任何比赛 而宣愿破阴胳膊被天海牙儿打伤 如今也参加不了比赛 眼看国教学院没人可以参加 这时唐三十六走出来说 天道院的人大怒 唐三十六却说自己看不惯他们 你多欺少 更何况被欺负的还是他的朋友 今天国教学院他是入定了 这时天道院大师兄庄浣羽 挑战国教学院唐三十六 唐三十六与庄浣羽便打了起来 两人武功本来不相上下 他们打到了一名士兵跟前 士兵被他们吓得魂飞魄散 最终唐三十六为了不伤害士兵 一手推开了士兵 也因此他输在了庄浣羽的手下 接下来离山建宗狗寒石挑战国教学院 轩元破只好站了出来 狗寒石说他身上有伤 勉强应战就会成为废人 轩元破却不怕 狗寒石健壮便提议要与他闻斗 轩元破根本没读过什么书 这摆明了就是欺负人 轩元破大怒 谁欺负国教学院他就跟谁拼命 正在这时陈长生终于打了来 谁欺我国教学院 洛洛看到师父高兴不已 我来应战 狗寒石怎么样 不是说要闻斗吗 陈长生与狗寒石闻斗 口谈招式 洛洛与期间根据他们的指示进行对招 大家都以为陈长生要败给狗寒石了 唐三十六和轩元破却相信陈长生那么妖孽 定不会说 洛洛与期间也很厉害 陈长生与狗寒石所说的剑法 即使是片门剑法 他们也都能演练出来 众人都知道离山建宗狗寒石博学多时 没想到陈长生也是满腹才华 徐神将却认为陈长生只是卖弄口才 不算有真本事 不料下一秒就被当众打脸 这一想不到的结果让大家惊奇不已 而期间进步服输再次向洛洛出手 眼看洛洛就要输了 不料洛洛竟突然消失 然后出现在期间的身后 原来这正是魔族耶识弹律的独门步伐 狗寒石对陈长生也佩服得无起头地 甘愿认输 国教学院终于得到了众人的认可 但是徐神将始终不认可陈长生与徐有龙的婚约 这时陈长生站出来说 这是他与徐有龙的事情 如果徐有龙不承认 他自当愿意解除婚约 离山建宗却不肯罢休 为了天下大义 徐有龙也应该跟邱山君在一起 家父 白行业 家母 大西州长公主殿下 家师 陈长生 请问 先生哪一点比不上你 邱山君啊 陈长生说就看徐有龙自己的心意吧 就在众人争论不下时 徐有龙的指鹤飞了进来 墨语打开一看表情瞬间沉重了起来 有龙表示自己和邱山 仅仅是师兄妹情义 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夫妻的 但是长生是先祖定下的婚事 只要人家能拿出婚书 自己也不能大逆不道 并且自己也对长生有着感情基础 有龙此次虽然坑了爹 给自己小男人赚足了面子 也是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当众聚会 他要为自己的任性买单 他明知道 圣后一直有意撮合他和秋水君 却直接当着天下人的面 断了秋水的后路 所以这龙凤结晶是搞不成了 有龙是圣后亲自挑选的接班人 轻也不能重也不能 无奈只能让其领了五计 打身边长长记性 而秋水君这还没恋爱 便失恋了 本想借酒买醉 却不曾想被魔族钻了空子 体内被偷偷种下了魔种 还有便是此次有龙的高调聚婚 也将长生推向了风口浪尖 想让这兴起之秀死的人太多了 不过有龙早已料想到这一点 所以每每遇险 有龙都能及时地出现在长生的身边 但百密必有一书 自从青藤宴之后 魔族为了得到周元的钥匙 便开始对青云榜上的人出手 许多青云榜上的高手都被魔族暗杀 以此来嫁祸陈长生 天道院的一名高手被暗杀在国教学院门口 天道院的人便说是陈长生杀了他们的人 圣后下令将陈长生关进了大楼 许有龙向圣后求情却无济于事 他只好去寻找证据为陈长生开脱 圣后害怕许有龙对陈长生动情便想除掉他 下令让一只想置陈长生为死地的天海牙儿办理他的案件 天海牙儿便让人对陈长生使用炼魂鞭 炼魂鞭砖打人的神识 神识越强的人越是痛苦 没几遍陈长生便晕了过去 到处寻找周园的钥匙却没有找到 于是魔族公主决定去大牢抓走陈长生 洛洛寻找金玉律想办法 金玉律却告诉他 人族和妖族结盟的时候 就已经说好互不干扰彼此的过世 洛洛只好使用千里扭来看师父 却看到天海牙儿正在对陈长生用心 他出手推开了士兵 然后转身放下了师父 不料陈长生周围被设了结界 他根本就进不去 洛洛想带陈长生走 天海牙儿却告诉他 殿下敢结运 恐怕陈长生就多了一个 教唆妖族公主公然结运的罪名 洛洛拿出洛宇神兵边想要就师父走 陈长生却劝他不要 他要是走了就无法自证清白 洛洛当然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他转身坐了下来 打算在这里陪着师父 天海牙儿见状只好带人离开 他当走出来手下就来禀报 说魔族人闯进了大牢 天海牙儿立刻带人对抗魔族 他很庆幸 这下就坐实了陈长生跟魔族勾结的事实 陈长生尝试着隐心入体 不料却晕倒在地 洛洛着急的想打开结界却无济于事 这时魔族公主到来 拿出魔族至宝打开的结界 想要救走陈长生 洛洛却知道如果让他救走了师父 师父就永远也无法洗脱罪名 于是出手阻止了魔族公主 这时天海牙儿带人赶到 魔族公主只好逃走了 天海牙儿立即禀告圣后 陈长生与魔族勾结 圣后明知陈长生没有与魔族勾结 为了徐有荣 还是下令对陈长生执行天灭之刑 与此同时徐有荣查找证据时 查到有一名耕夫看到霍光死后 陈长生他们才从国教学院走了出来 但是耕夫已经被天海牙儿抓走 天海牙儿知道后 立即出手杀了耕夫 陈长生被带到了刑场上 开始执行天灭之刑 落落他们冲上了刑台 天道院的人急忙出手阻止 陈长生让他们快走 此时天海牙儿下命放箭 要将国教学院的人一网打尽 就当众人即将殉命之时 一缕青夜向刑场飘来 教宗及时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没有一丝废话 直接便放出了耕夫的神识 聊聊数据便证明了长生的清白 原来有荣猜到天海牙儿会杀人灭口 所以便只在门外等着 自己所修炼的圣光术是疗伤圣术 但是耕夫气息微弱 有荣救人也遭到严重的反噬 完成这一切后便找到了教宗 因为不想让长生知道是自己出手相救 便让教宗代替做了这个老好人 自从二人相认有荣也陷入了两半 自己喜欢长生是真的 可是自己刚稍稍动情 修炼之时便有走火入魔的征兆 所以在自己能控制情绪之前 也只能暂时故意对长生进行疏远 而长生脱险之后便又找到了小黑龙 因为自己在天牢中秀为损耗太多 应该活不过一个月了 本想试试新方法能不能将其救出去 最终却发现还是无用 黑龙告知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将自己带出去 便是找到自己的龙魂玉佩 把自己的龙魂寄托在玉佩之内 便能将自己的龙魂带出去 只是修为会被压制的 只有曾经的万分之一 但长生问及玉佩的所在 却被黑龙告知 自己被关押之时被圣后收走了 而话音刚落 小黑龙便传来一声惨叫 他本是一条玄霜巨龙 却被圣后囚禁井底十九年 还将龙族至宝赐给了天海成武 天海成武为了能让天海牙儿 在大潮事中夺魁 就拿出了龙魂玉佩 让他吸取玉佩上的法力 小黑龙顿时痛苦不堪 你怎么了 可恶 有人在吸我的龙魂 龙魂玉佩是上古龙族精魂凝结而成 只要吸取里面的龙魂精魄 就会功力大增 陈长生急忙为他吃下了一枚丹药 天海牙儿吸完之后 功力果然大涨 天海成武嘱咐天海牙儿 由于龙魂太过强大 一次不可吸取太多 否则就会遭到反噬 小黑龙告诉陈长生 自己坚持不了多久了 但被吸尽他就会魂飞破散 陈长生决定帮小黑龙找回龙魂玉佩 只要能找回玉佩 小黑龙也可以借助玉佩逃出去 回去之后 陈长生向洛洛他们打听龙魂玉佩的下落 唐三十六说当年圣后将龙魂玉佩赐给了天海成武 几人商议之后 唐三十六决定去偷回玉佩 他来到了天海家穿上隐形衣 不料刚转身一名士兵竟对着他撒尿 唐三十六气得大骂天海家的人素质太差 他正准备去寻找玉佩 结果没走几步就遇见了一条狗 最终唐三十六被一条狗吓得跑了回去 于是他们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 故意在天海牙面前拿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假龙魂玉佩 谎称是白帝送给洛洛的生日礼物 天海牙见状拿出了真正的龙魂玉佩 说自己的才是真的 洛洛却说他的是假的自己的才是真的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时 唐三十六假扮成一名道士出现 自称狐忧子 天下第一剑宝石 天海牙上下打量着他 感觉有点眼熟 洛洛急忙打断了他 说狐忧子前辈是世外高人 轻易不露面的 说着就将自己的玉佩给了狐忧子 天海牙犹豫着将玉佩也给了他 狐忧子转过身 悄悄将两枚玉佩调换了过来 然后将真玉佩给了洛洛 说他们的是真的 天海牙不可置信地质问狐忧子 不料狐忧子又看到了那条狗 吓得撒腿就跑 天海牙儿却自信地认为 是真是假大潮世自现分枪 陈长生将龙魂玉佩拿给了小黑龙 小黑龙高兴不已急忙做下施法 不料却没有任何反应 原来圣后在阵法上用了星辰之力 而陈长生体内正好有星辰之力 于是他急忙施法 果然解开了圣后的禁止 但他也体力不知晕了过去 小黑龙急忙叫醒了他 本来他可以多活几个月 现在也只能多活一个月了 陈长生却表示没关系 要不是小黑龙他可能早就死了 小黑龙急忙施法 这次果然进到了玉佩里 陈长生便带着玉佩爬了出来 小黑龙我们出来了 小黑龙听后立即现身 19年了他终于看到了太阳 心情大好的他立刻上街去买了好多吃的 他随手拿起了一瓶润盐高闻着香香的 拿起就要吃 摊主才告诉他这个不是吃的 小黑龙一听不是吃的 不感兴趣就放了回去 他们回到了国教学院 小黑龙见到洛洛 两人都高兴地抱在一起 洛洛还为小黑龙准备了好多好吃的 小黑龙高兴地吃了起来 今天正是大潮市的日子 在第一关的时候 天海牙二派手下阻挠国教学院 陈长生还是凭借惊人的记忆力赢得了第二名 而在第二关的时候 众人须穿过迷宫拿到锦旗就可以赢得比赛 本来陈长生与离山建宗的人都到达了终点 但是墨宇却操控顿位对付陈长生 离山建宗趁机拿走了一面棋 正在这时魔族人出手对付离山建宗 期间差点被魔族人打伤 幸好陈长生出手相救 魔族才被打退 离山建宗的人感激不已 陈长生来不及说话打算去拿锵旗 这时天海牙二也来到了这里 在手下的帮助下 天海牙二已经飞向了锵旗 陈长生急忙背着洛洛向锵旗跑去 不料却突然摔倒 天海牙二与洛洛同时抓住了锵旗 这时徐友荣从天而降踩在锵旗中间 天海牙二气愤不已 我赢了 天海牙二愤怒地指责徐友荣毁了他的棋 教宗便让陈长生和天海牙二在家一场比试 比试的就是听声变位 两人都用黑布蒙上了眼睛 众人都以为陈长生要输了 因为天海牙二有一双极为敏锐的耳朵 听声变位恐怕是天下第一 但是洛洛和徐友荣都相信陈长生肯定会赢 果然刚开始几个回合 陈长生只有逃走的份 还被天海牙二打了下去 不过没多久陈长生就掌握了技巧开始反击 天海牙二被陈长生打得措手不及 他不可置信 陈长生却告诉他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接着天海牙二就被陈长生打下了擂台 本来天海牙二已经输了 没想到他居然使用暗器想置陈长生于死定 师父你小心啊 不如其来的变故让大家脆不及防 然而陈长生已经倒了下去 国教学院的人与徐友荣都着急不已 天海牙二却站起来得意地说道 小偷崽子 以为爷爷收拾不了你是不是 不料下一秒陈长生竟挣扎着坐了起来 天海牙二顿时吓得坐在地上 陈长生拿出了天海牙二的暗器 原来是洛洛送给他的护身扶救了他 上面有白地的一缕金甲神光 在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 天海牙二也因此被取消了参赛资格 接下来就是陈长生与狗寒石的决赛 两人同时进入了教宗的清夜世界 在清夜世界中两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众人都看见陈长生一味的闪躲 以为他要输了 没想到陈长生只是在布阵 不好阵法之后他攻向狗寒石 不料却被狗寒石轻松化解 因为狗寒石的聊天意见正是他阵法的克星 教宗的清夜世界也差点被他们烧毁了 他只好往里面浇水 也正是因为这些水 让陈长生领悟了清夜世界的真意 从而晋升成了通幽静 打败了狗寒石 狗寒石不可置信 但他也是一位真正的证人君子 书得心服口服 陈长生终于在大潮事中夺魁 师父曾经说过 只要找到周独夫的笔记 便有可能顿悟逆天改命方法 但长生找到笔记之后 却发现这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 只有一栋自身命星的轨迹 才能改命 但不借助外力根本不可能 而借助外力 便需要先去移动自己最亲近之人的命星 大白话便是要牺牲自己朋友的性命 曾经太宗位当上皇帝 也是献祭了二十四位功臣 才拥有了天命 但这种方法长生看一眼 便不寒而栗 所以便选择白日隐心入命 企图改变自己的命星的轨迹 但很显然是太高看自己了 直接被太阳的光芒 灼伤了神石 若不是友荣及时发现 后来和自己情敌秋水君 一同帮忙 从死亡线上 把长生拉回来 他便成了第一个死在林旭阁的冠军 事后友荣找到了教宗 想询问教宗 能不能帮长生逆天改命 可教宗却道出 其实长生早就找过他了 但是长生这是命中注定 圣后手中的星盘大阵 虽然可以帮助长生逆天改命 但很显然 圣后不可能将掌握 天下命术的星盘大阵 去就长生一人所用 但教宗也告诉友荣 此次通过应试的精英学员 都可以前往天书林修炼 如今的星盘大阵 也是改命第一人周独夫 顿悟了天书碑所创建 林师叔 天书林里 有一个39年一直没有出来的人 或许他能够帮助陈长生 但没想到长生 刚找到那个神秘之人 这小子就跟着克星一样 三言两语 便将人家徐梅前辈给忽悠死了 徐梅是一介武痴 与青梅竹马的师兄 从小切磋到大 打了几千场 却一场都没赢过 为了打赢自己的师兄 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一股脑便钻进了天书林 就这样花一样的年纪 在这岁月的蹉跎中 熬成了老婆婆 只要我留在这里 继续观碑舞蹈 总有一天 我能成功地走到天书林里 车舞天道真意 到那一天 王阔如何能是我的对手 说我无虑 长生感觉这是徐梅前辈的心仗 所以劝导徐梅 这世上不可能参悟了 某个石碑变强的 明明是害怕自己会输 才躲在这里不敢出去 聊聊几句 却直戳徐梅内心深处 他确实是恐惧再次失败 自从师兄死后 他更是失去了挑战的方向 每天都在混日子 所以他立即便立下了 新的人生目标 那便是去挑战守护 天书林的第一神将汉青 只要打败汉青 便可通过神道 登上天书林顶 刚来与此之时 长生本想事事来着 但仅仅神将的气场 都让长生寸步难行 此时长生也知道 不小心给人忽悠瘸了 本想去阻拦 但玄梅却一点都听不进去 不过临行前告诉长生 他最近才明白 周独夫三天顿悟天书碑 并不是因为碑文 而是一张图 至于什么图他也不知道 所以这也是去挑战汉青的原因 说不定这张图就在天书林林顶 汉青见寻梅前来也好言相劝 既然破了自己的心账 为何不离开是要走绝路 但寻梅依然是铁了心了 非要看看大洲神将的神采 汉青为了尊重寻梅 便告诉寻梅 他将发出自己最强的一枪 如果能接得住 便闯关成功 寻梅并未多言 直接神识离体 也许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 也许是能死后留个全尸 汉青见此 神识也从体内走出 二人选择以神识论战 结果可想而知 寻梅直接被汉青一枪囊死 最终眼睛都没来得及和尚 而长生回到了寻梅的住处 找到了寻梅这37年来做的餐物笔记 苦思冥想了一夜 依然是毫无头绪 但次日打算前往天书林之时 藏风却发出剧烈的抖动 最终一块黑色的钥匙从剑内飞出 这块石头 是长生在寻找周都夫的笔记之时 一同发现的 当初也不明白这块石头的用处 所以便直接收纳在藏风之中 而今日石头却自己更受到召唤了那般 快速地飞向天书林 长生跟随钥匙的执意 穿过了17座石碑 最终来到一个土坑前 黑钥匙竟然幻化出一座新的碑纹 长生顿时如醍醐灌顶 怪不得那么多年无人可以顿舞 原来是周都夫那个老六 把最重要的一座石碑给搬走了 没有这块石碑 就跟来个陌生人 直接撩开裤腿 露出腿毛 让人猜他叫什么名字一样 猜不天啊也猜不到啊 这座虚幻的石碑 如同打开其他石碑的一个钥匙 长生的神识进入石碑 快速地在顿舞石碑内所有的内容 一切正如寻美所说 这石碑中隐藏着一张图 准确地说应该是新图 只是这份图纸并不完整 所以长生猜想另一部分 应该被周都夫藏在某一处虚空 长生的参悟也让天象出现了异常 朗朗白昼竟然星辰布满了天空 圣后欢喜的同时也不禁感慨 这么多年如此壮观的场景 也只有周都夫可以做到 而白昼星辰的异象 也很快将魔族吸引至此 众人全部入定神游太虚 所以人族精英 如同砍瓜切菜般 一个个的死在魔族的手中 好在圣后有所安排 及时止损 有容担心长生的安危前来查看 看其无恙刚有所放松 黑袍便出现在了身后 不知为何黑袍 对天书灵甚是了解 黑袍道出周都夫 三天看破天书碑 防止逆天改命的方法 被他人知道 才将其搬走 没想到长生仅仅用了一天 便完成了参悟 如此强大的对手 必定是留不得的 有容想要阻拦 但他的修为和黑袍相比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仅仅数招便将有容打成重伤 眼看黑袍已经聚集全身的力量 要发出致命一击 但有容却难以支撑 眼前一黑昏死过去 好在长生及时苏醒 此时长生的实力已经突破 同幽境巅峰 仅仅一击便将黑袍击退 有容此时伤势严重 长生本想对其喂食自己的血缘 但却被有容拒绝 因为他明白长生如今的处境 更何况自己修炼的圣光之术 是疗伤圣法 所以感觉自己的伤势 自己可以控制 但却不曾想在疗伤之时 伤势却越发的严重 长生再次查看才发现 黑袍的一掌中 竟然含有剧毒 不过解毒对长生来说也十分简单 只要去城外 找到一种叫五星草的植物便可克制 可魔族早就预判了长生的预判 老早就在所有的五星草中动了手脚 而有容的伤已经沁如五脏 根本没有时间再去他处寻找解药 长生满脸的哀伤 曾经每日续命只为活着活着 自从两人相遇他却发现 似乎只要他能安好 就算自己只能活上片刻也是晴天 只有一个人的择天之路太孤独又遥远 长生挽起衣袖 看了一眼那条夺命的阴线 又看了一眼昏迷不醒的有容 决决地咬破了自己的手指 离开之时特别叮嘱了墨语 莫要告诉有容自己来过此地 但次日有容还是满脸紧张 大步地奔向了长生的注地 他太了解长生了 空荡荡的藏书阁内各种书籍 杂乱地丢了一地 长生一夜阅读了几乎所有的书籍 有容见词满是心疼 长生却很是平静地安慰有容 也许事情并没有如此糟糕 最起码自己还未放弃 有容听罢强忍泪水 立马要和长生一块查阅书籍 但却被长生拦住 并且道出了实情 这些书自己早就看过很多遍了 自己只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所以便用此方法在等死 但想了一夜又有点不甘心 想在生命最后的时刻 回到长大的那片山林 就算师父无法帮自己延续生命 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也该和师父和师兄告个别 即将离去洛洛 已经哭成了累人 洛洛本来不想给师父送别的 因为他坚信师父 一定可以活着回来 但灵了还是自己无法欺骗自己 嗷嗷地向着师父追去 此次一别有可能便是永别了 落落一想以后没了师父 都不知道怎么活了 长生也很是舍不得 但他明白一旦留下生命 只能停革于此 城门外友荣早就在等待了 友荣在长生面前 从来没流过一滴眼泪 两个人都在努力活成 对方心中想要的样子 最终两人来到 曾经首次相遇的山林逐屋 却发现已经人屈无空 看样子师父和师兄 已经搬走很久了 长生满是失落 这最后一丝希望算是落空了 此时长生的夺命阴线 已经爬向了脖梗 这具身体可能随时都会关机 没有了希望 长生却出奇地安静 似乎是在贪婪地享受着 这为数不多的时光 而友荣此时表情中 却流露出一丝痛楚 大道无奇 不可动情 情动心 血脉 终碎 其实长生此时回来是对的 晚上长生无意间在蜡烛架后 找到师父留给他的一套功法 长生紧紧端倪片刻 便满是激动 这正是师父专门为他留下 可以续命的功法 长生迫不及待地 便按照图中所示开始修炼 却不曾想功法逆转 突然昏死过去 在门外时时刻刻都在守护的 友荣立刻便冲了进去 好在并无大碍 长生迷迷糊糊地被友荣叫醒 并且到处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但友荣看向长生的脖梗 却愣住了 那根直冲脑门的夺命 银线竟然消退了 长生立马挽开衣袖 果然手臂的银线也浅短了许多 这次也算有惊无险的充值成功 又可以烂一些时日了 当长生赶回 教宗也早已等在了学院当中 并且给长生带来了 逆天改命的重要线索 教宗所述 周独夫逆天改命后 将自己的毕生所学 藏进了一张星图当中 周独夫生前创造了一个 叫周元的小事件 只要找到周元的钥匙进入周元 星图很有可能便藏在其中 这让长生眼前一亮 感觉充值大理包要来了 星图自己曾经在参悟天书碑的时候 已经获得了一部分 而周元的钥匙 巧曾经雄大在学院中 挖出了一些青石板 石板上课了许多看不懂的图案 于是他们将石板上的图案 都塌印了下来 拿给了陈长生研究 陈长生看后说 这些文字是上古撰文的遍体 陈长生想到耶氏忽兰 曾说周元的钥匙是要也是实 他联想到了这些石板 于是就仔细研究石板上的图文 终于发现了端倪 急忙告诉了徐友荣 原来这些图文就是天良郡的地图 徐友荣立即回去禀告圣后 圣后立即下令让徐友荣 他们去寻找周元的钥匙 次日徐友荣与陈长生 还有邱山君已经出发 与此同时 魔族也得到了消息 黑袍决定亲子出马抢夺钥匙 当徐友荣他们赶到时 却发现黑袍也在此 好像是在祭拜故人 三人自知不是黑袍的对手 就故意大声说找到了周元的钥匙 黑袍一听立马消失不见 徐友荣他们才走了出来 故意拿出一把假的钥匙给邱山君 让他先拿回去交给圣后 邱山君离开后 黑袍立马追了上去 很快黑袍就挡住了邱山君的去路 让他交出钥匙 邱山君却不肯 就与黑袍打了起来 而他并不是黑袍的对手 没几下就被黑袍打倒在地口吐鲜血 他只好拼命逃跑 为的就是拖延时间 好让徐友荣和陈长生寻找真正的周元钥匙 另一边的陈长生知道钥匙是周独夫的神势所结 就拿出了古琴 想以鹰律破除周独夫的结界 果然片刻之后 从地下长出了一棵绿色的仙草 徐友荣急忙伸手去拿 不料就在他抓住钥匙的一瞬间 钥匙却突然消失不见 借着钥匙又从地下冒了出来 徐友荣再次伸手去拿 却还是无法拿到钥匙 两人都好奇不已 陈长生仔细回想了石板上的图案 顿时恍然大悟 他让徐友荣先往东走三步 再往北走了三步 然后又开始弹琴 钥匙果然在这里飞了出来 这次徐友荣很轻易地就拿到了钥匙 原来所谓的钥匙就是钥 陈长生拿起钥匙 进入到了周独夫的神石中 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 天下第一奇人周独夫 而周独夫却说 天下第一依然是在苍天之下 我要做天上第一人 与天相争 逆天改命 但是前辈失败了 因为前辈已经死了 周独夫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死了 陈长生告诉他 现在的他只是一缕神石所化 周独夫不可置信 一把掐住陈长生的脖子 不过真像你说的 我死了 杀了你有多好 想到自己赢了天道 却死在兄弟手中 长生立马满是求生欲 告诉周独夫 自己快死了 来此事为了逆天改命 虽然前辈输了 但是前辈若敢帮我改命成功 前辈就相当赢了上天 到此周独夫才饶过了长生的小命 正如长生所说 自己输给了天道 所以不妨帮着小辈一把 再与这老天再斗上一斗 当即便倒数了长生 开启周园的方法 最终要是交到了圣后手上 圣后也是惊奇不已 但随即便感觉到了不对劲 开启周园迫在眉睫 一旦坍塌周园内所有珍宝 全部将会复之一具 所以立即逆址 让人族精英全部进入周园搜寻之宝 并且交给了有荣一份残缺的周园地图 特别交代 一定要找到周独夫的星图 并且将此时命令为机密 圣后的算盘打得是啪啪响 殊不知魔族的黑袍 此时已经打开了周园的大门 刹那间便将魔族高手传送入内 此时的人族精英 还在满腔热血整齐地喊着口号 随着圣后手中的钥匙丢出 周园的大门也被打开 人族的精英也一路小跑 排着整齐的队伍逐一入内 而长生刚准备入内 却被三十六大声叫住 这些剑 应该是周独夫 把其他高手之后收集的 是天下第一人的战略品 几乎每一把剑都是明剑 都有着自己的传说 陈长生能感受到 这些剑的痛苦和不甘 他们心中应该有剑意的存在 这时黑袍也走进了墓地 为了躲避黑袍 他们躲到了周独夫的棺木中 没想到棺木中竟有一个小世界 在这里他们找到了 周独夫的两段刀刀法 陈长生与徐友荣便将刀法系了下来 这时黑袍打开了棺木 发现了他们 正要对他们出手时 却突然消失不见 原来是洛洛他们动了石板 黑袍突然出现在了国教学院 洛洛他们大吃一惊 唐三十六和轩辕破鸡芒挪动了石板 黑袍又消失不见了 南克等不到黑袍出来 就带人闯进了墓地 他们刚要对陈长生他们出手 陈长生就与徐友荣逃了出来 却又遇到了魔族手下 南克也追了出来 他一直想除掉徐友荣 就与徐友荣打了起来 陈长生也出手对付其他魔族手下 正在他们打斗之际 黑袍也来到了这里 出手对付陈长生 陈长生根本就不是黑袍的对手 被他打倒在地 黑袍嘲讽他一直喊着要逆天改命 最终还是输在了自己的手下 陈长生却并不认输 他认为自己就像剑池中的剑一样 虽然被击败 但是他们依然存在 但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存在 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骄傲 只要这份骄傲还存在心中 我们就没用输 我们也 不会输 说罢陈长生刚起身 黑袍就向他发出攻击 这是一把宝剑从墓地飞了出来直击黑袍 然后飞到了陈长生的手中 而这把剑就是山海剑 就在刚刚陈长生领悟了山海剑的剑影 黑袍虽然好奇 却并不认为他能驾驭得了这把绝世冥剑 陈长生手持山海剑与黑袍打了起来 山海剑的威力果然强大 只可惜陈长生的武功却不如黑袍 最终还是败给了黑袍 这时另一把冥剑又飞了出来对付黑袍 徐友荣也打退了南克来到了陈长生身旁 他认出了这把剑竟是南西斋的斋剑 然而黑袍实在是太厉害了 斋剑也被他瞬间震随 黑袍下令杀了陈长生他们 眼看魔族人一步步逼近 这时剑池中的冥剑纷纷都飞了出来 难道是阮影剑 魔帅的旗剑 还有人无影剑 必有无剑 无数把冥剑围绕着陈长生 黑袍却认为他们都是败兵之将 下令让魔族出手攻击 纵使有上万把冥剑却没人控制 最终还是被黑袍击败 黑袍始终认为他们只是残兵败将 而陈长生却并不这么认为 他瞬间激发了所有建议 使出了万剑归宗 黑袍也因此被打败 可惜万剑归宗并不是那么好使的 陈长生也因使用了大量的功力而口吐鲜血 在外界的圣后 此时已经很是着急 因为周园即将坍塌 却依然没有找到打开出口的方法 最终还是选择走进了星盘大阵 使用自己的血液陷阱 勉强地在人族最多的地方 打开了一处通道 而长生离通道太远 回去根本来不及 此时藏风之中的钥匙再次飞出 直接冲着墓穴而去 长生和友荣感觉是有蹊跷 便紧速追去 周园也开始发出剧烈的抖动 坍塌可能是一瞬间的事 最终黑钥匙穿越剑池之后 在石棺前停下 另外又飞出17块钥匙 钥匙之间来回变换 并且显现出不同的图案 长生这才明白 这万千的神剑 竟然是为了封印这些黑钥匙 曾经太宗对周独夫 这好兄弟杀心四起 周独夫心灰意冷下 便将天书碑中的黑钥匙 全部带走封印 让人族再无参透天书碑的可能 长生曾经看到过残缺的星图 所以一眼便认出 这是剩余的残卷 一共108张 陈长生终于找到了星图 这份星图为他提供了 逆天改命的机会 也有可能改变天下苍生的 未来和契约 现在18块黑石聚集在一起 形成了完整的星图 他们决定一定要将星图带回去 四周的空间已经开始塌陷 陈长生必须利用这极短的时间 将完整的108张星图 记在脑海里 很快他就将星图全部记了下来 他们刚要逃走墓地就已经塌陷 情急之下 陈长生急忙抱住了徐有龙 这时周园已经被彻底摧毁 石板也裂开了 洛洛他们急忙跑去找师父 却看到了离山剑宗 他们并没有看到师父 洛洛非常着急 金玉律告诉洛洛他们可能已经死在了周园里 洛洛不可置信 好在陈长生与徐有龙在最后一刻终于逃了出来 然而他们想要回神都 就必须经过魔族递解 南克下令让魔族士兵四处搜捕他们 黑袍原本打算在魔族杀了他们 却被一位红衣戴面具的人阻止 因为陈长生对他还有用 黑袍无奈只好答应他 之后又下令让人将他们引到耀卢丰 想借要卢丰的手除掉陈长生 洪医人找到了邱山君 告诉他徐有龙和陈长生再要卢丰 邱山君听后跑去禀告圣后 说陈长生勾结魔族才使魔族进入了周园 害死了许多大洲精英 一时间国教学院成了众矢之地 幸好有洛洛他们维护 邱山君动身前去寻找徐有龙 此时的陈长生启动了星图 他看到了徐有龙的命星非常暗淡 知道他一定受了很严重的伤眉告诉自己 于是他尝试着用星图记载的方法 用自己的命星影响徐有龙的命星轨迹 终于帮助他的命星恢复了光芒 原来这就是星图的秘密 要救一个人 就必须要牺牲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如果要其他人去为了我牺牲 我无法解释 无论是谁 陈长生转头看着熟睡中的徐有龙 为了他自己愿意放弃逆天改命 徐有龙醒来后发现他的伤已经好了 知道是陈长生救了自己 而陈长生的星辰线已经到了脖子 代表着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小男孩居然说要把他们扔进药庐里炼药 徐有龙好奇地问他拿人炼药 小男孩却说天地皆为他的药材 要不是看他俩资质不错 一般人他还不要呢 陈长生健壮急忙说他们是误闯进来的 又拍起了马屁 希望能放他们走 小男孩却说拍马屁是不管用的 徐有龙又诱惑他说 神都有许多好玩的和好事的 要带他出去玩 小男孩听了之后果然有所动用 说自己好像听周毒夫提起过 徐有龙好奇他居然认识周毒夫 我不仅认识 而且我 你俩想套我话是吧 小男孩当即反应了过来 说自己是不会上当的 接着就将他们拉了进去要炼成丹药 看着小男孩收拾柴火 陈长生与徐有龙商议着逃跑计划 陈长生故意问他难道这就是周毒夫留下的药炉吗 聪明的他此时终于知道 陈长生他们是来寻找药炉的 徐有龙问他药炉在哪里 小男孩告诉他 周毒夫留下的药炉具有灵性和悟性 特别聪明 这个大炉子没法和他比 一定见过 何止见过呢 我就 小男孩又发现差点被套路了 气得不理他们了 陈长生见小男孩在抓药 为了逃走故意以变药为诱饵 和小男孩比赛任要 如果他输了就要放他们走 小男孩果然上当 徐有龙端来一盘长 像其丑味道辛辣的山珍慈龙芽 小男孩尝完之后真不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 但他也说话算话愿赌服输 立马就将他们放了 陈长生才告诉他 这个药只能治一个病 那就是恶病 小男孩才知道被他们耍了非常生气 陈长生又开始套路小男孩 故意用激将法说在药炉封上 除了周毒夫留下的药炉 其他的东西小男孩一定能找到 谁说我找不到药炉 不知凡人 我给你们看看 看我的 接着小男孩一转身 就变成了一个大药炉 陈长生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用阵法将药炉控制了起来 原来这个小男孩就是周毒夫的药炉童子 药炉童子气得破口大骂 骗子 帮我租了帮我租了 帮我租了 小男孩回家途中在地上捡到一块玉佩 挺漂亮的 能练丹吗 试试看 不料玉佩里突然出现了一位黑衣女子 他认出眼前的女子就是龙魂 还知道他是寄宿在这块玉佩里的 当即让小黑龙拜他为主人 不然就将他练成丹药 不料下一秒就被小黑龙收拾得服服帖帖 还为小黑龙端来了许多灵丹妙药 小黑龙拿过来就吃了起来 再转头一看小男孩 谁干的 你 看着小男孩鼻青脸肿的样子 小黑龙忍不住拿起了一瓶活血化瘀的药 为他吃了下去 嘴里还说着太暴力了 小男孩委屈地说尽往他脸上打 原来黑袍为了对付陈长生 不惜燃烧自己的命星 再要聚风射下结界 如果陈长生他们打不开结界 就会被活活烧死 面对黑袍强大的法力 他们根本就无法打开结界 就连法力高强的小黑龙也无能为力 为了不连累小黑龙 陈长生故意想赶走他 小黑龙却不愿意走 无奈之下陈长生只好将龙魂玉佩扔掉 小黑龙伤心不已 陈长生为了能让他离开 最终狠下心不再搭理他独自离开 陈长生 你要是走了 我就再来不找你了 你快站住 没想到玉佩却被药卢童子捡到 小黑龙问药卢童子有什么方法可以打开结界吗 药卢童子告诉他只有一个办法 除非把种作药卢夫 以为平地 估计没人能做得到吧 小黑龙感叹道 自己如果还有巨龙之身就不在话下 但是如今他也只是一缕龙魂 这次他也帮不了陈长生了 黑袍让秋山君想办法从陈长生那里拿到心图 不然就将他入魔的事情告诉人组 秋山君找到了陈长生 并提议让他拿出心图 他们三人联手尝试着利用心图打开结界 陈长生听后决定将心图交给秋山君 他向秋山君讨要了一张玉碟 打算将心图放到了玉碟里交给他 并嘱咐他心图事关重要 关系到整个人族的安慰 千万不能落入魔族人手里 否则将会是整个人族的默认 秋山君承诺一定会誓死保护心图 药卢童子在远处听到了一切 急忙跑去告诉小黑龙 小黑龙听后着急不已 让药卢童子带着他去找陈长生 一定要阻止他将心图交给秋山君 另一边的秋山君已经拿到了心图 想着黑袍和陈长生说的话 他的心里却犹豫不决 不交给黑袍他入魔的事就会被人知晓 人族将无他的立足之地 交给黑袍的话人族将面临灭亡 那么秋山君会如何选择 妖族公主带着重伤的师父逃命 一群官兵在前面阻拦 此时的城门也即将关闭 他们向官兵冲了过去 急忙跑下去抬起城门 奈何几人的力量涌现 怎么也抬不起沉重的城门 而这时官兵拿弓箭对准了他们 带头的官兵下令放箭 眼看无数箭只向他们射来 千军一发之际 可爱的小黑龙出现 大家看到小黑龙到来都高兴不已 小黑龙一边吃着鸡腿 一边向他们反击了回去 士兵瞬间被打倒在地 然后转身走到他们跟前 一只手轻而易举的就拖起了沉重的城门 落落他们才逃了出去 接着小黑龙也消失不见 原来秋山君与魔族联手 诬陷陈长生与魔族勾结并杀害人族精英 陈长生因体内的星辰之力 失去无感晕了过去 圣后就将他押入了大牢 落落看到躺着出来的师父心痛不已 徐友荣向圣后求情却无济于事 落落与唐三十六他们打算去劫狱 奈何圣后为了得到陈长生脑子里的心痛 在他的周围设下大罗天驹魂阵法 此阵威力高强 可以监测阵中之人的体重 心跳 气味甚至是神石 幸好徐友荣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与期间在药卢童子的帮助下 炼制出一枚可以模拟陈长生气味的丹药 来迷惑大罗天驹魂阵法 与此同时天海牙来到了天牢 想为陈长生吃下灭神丹让他变成傻子 不料灭神丹却突然飞了起来 原来落落与唐三十六早已穿着隐形衣在这里等着救陈长生 接着天海牙被落落和唐三十六狠狠教训了一顿 徐友荣赶到天牢后 落落与唐三十六穿着隐形衣 背着陈长生借助天海牙而逃出了天牢 准备前往妖祖 徐友荣代替陈长生留在了大阵之中 当邱山君赶到后发现里面待的竟是徐友荣 为了阻止邱山君去追他们 徐友荣便与他打了起来 而他们的打斗惊动了圣后 圣后赶到天牢知道了一切后非常生气 如果现在朕去追陈长生 你也会跟朕动手吗 友荣不敢 但是友荣不得不敢 徐友荣瞬间变出一双白色翅膀 打算与圣后一搏 圣后也变化出一双火翅膀 两人动起手来 徐友荣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一招就被击败在地 无奈之下他使出自己的最强招式同工飞射 而圣后乃是五胜之一法力高强 这些招式对于圣后而言就是小把戏 徐友荣被圣后打飞了出去 这时他随身携带的小药瓶也飞了出来 圣后接住药瓶 看着里面的鲜血 他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 因为他从这滴鲜血中 居然感受到了血脉之清 原来陈长生因为体内的星辰之力 活不过二十年 而如今他已经无感全尸 传说妖族禁地的神山上住着一位神女 能使人起死回生 洛洛为了救师父 不顾父母的阻拦 不惜背着他千辛万苦来到神山找神女 他每靠近山顶一步 陈长生的重量就会因为 神山大振的缘故而加重一倍 但是洛洛依旧背着陈长生艰难地行走 终于到了神山 神女却告诉他陈长生的命格天地 他也只能帮他恢复无感 并不能帮他逆天改命 即便如此洛洛还是要救师父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要救师父付出的代价居然是忘记爱他 这比让他死还痛苦 神女劝他还是回去和心爱的人度过剩下的时光 洛洛依旧坚持要救师父 于是神女将他带到了幻境中 在这里洛洛看到陈长生与徐有龙在一起的甜蜜画面 他不禁感到一阵心酸 接着他又来到了街道 看到了陈长生与徐有龙带着他们的女儿游玩 在听到陈长生为他们的女儿起名思落时 他含泪微笑 这一刻更加坚定了他要救师父的决心 即使有一天他忘记了师父 即使陪在师父身边的人是徐有龙 但是在陈长生的心里从未忘记过他 就已经足够了 神女只好答应他 让他走上祭坛 在神女的指引下 洛洛一步步走上了祭坛 他回想着与师父的点点滴滴 然而这一切他无怨无忽 因为真正爱一个人从来都不需要任何理 陈长生已经慢慢恢复了无感 神女告诉他一个月之后 他将成为新的神女 同时也将一点点的忘记与陈长生的一切 洛洛抱起了陈长生 他不由得伤心痛苦 这时陈长生终于慢慢醒了过来 洛洛高兴不已 陈长生站了起来 发现自己这么快就好了 知道此事不简单 急忙追问他 洛洛却告诉他自己答应坐下一任神女守护妖族 却没有告诉他自己今后会忘记他 不会再爱任何人 回去之后 洛洛一步也舍不得离开陈长生 他练功时洛洛总是在旁边看着 还贴心地为他擦汗 夜晚两人一起看星星 对着流星许愿 陈长生利用星途彻底解决了妖族的经脉问题 白帝都对他另眼相看 只是白帝却私下告诉陈长生 他虽然压制了星辰之力 虽然恢复了五十 但是并未改命成功 性命还是依旧停留在二十岁 并且告诉长生 有荣被圣后囚禁了 想要救他的话 只有拿他手中的星途去换 你是我大洲的传国太子 我的儿子 我 陈长生怎么也没想到 他居然会是圣后的儿子 圣后拿出了他送给徐有荣的那滴血 告诉他只有他孩子的血 在靠近他时才会发出光芒 接着圣后撩起他的胳膊 看着胳膊上的伤痕 说这是在他小时候 自己为了人族将他用来献祭所留下的 陈长生始终不愿意认他 圣后伤心不已 他幻想过许多次相认的场景 没想到却是这样的 陈长生却不愿意多说 他只想见徐有荣 圣后告诉他想见徐有荣 就要拿星途交换 陈长生想起徐有荣丫鬟告诉他的话 不能将星途交给圣后 于是就拒绝了圣后 圣后失望不已 他为了人族费尽了所有心灵 苦苦支撑着大阵 而如今的大阵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陈长生却不愿意将星途交给自己 他想施法拿走星途 陈长生使出了神势化剑 却被圣后轻松化解 告诉他这就是大阵的力量 这时陈长生却说力量再强大又如何 自己体内的星辰之力 从来没给他带来幸运 反而让他活不过二十岁 他只想平平淡淡好好地活着 圣后告诉他只要他交出星途 自己可以满足他所有愿望 接着小黑龙就被圣后打回了寒潭之中 陈长生也因为不愿意交出星途 被圣后关到了天牢 教宗来看望陈长生 陈长生问教宗圣后 真的是自己的母亲吗 教宗告诉他 圣后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 又问他为什么不把星途 直接交给圣后 陈长生说星途的力量过于强大 有些地方他还没弄明白 如果就这样贸然交给圣后 只怕圣后反而会被星途控制 教宗也想起圣后最近的确有些反常 于是提醒陈长生只怕圣后为了人阻 会用徐有荣的性命威胁他 让他最好早做打算 与此同时圣后来到小黑龙跟前 又加固了他身上的阵法 小黑龙顿时痛苦不堪 圣后让小黑龙答应 劝陈长生交出星途就饶了他 小黑龙却不愿意 并斥责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可以随意舍弃 难怪这世上没有一个人真心爱他 圣后大怒 对小黑龙实行了严酷的刑法 陈长生思索再三 为了徐有荣他决定交出星途 圣后带着他来到了天书林 将他带到了徐有荣跟前 两人再次相见 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还没来得及说几句话 圣后就让他交出星途 陈长生施法将星途展示了出来 这是天书林内的所有石碑产生共鸣 秋山均匀墨雨顿感不妙 想冲进天书林 却没想到天书碑被封住了 这是陈长生拉住徐有荣的手 这星途本身就是最后一块天书碑所生成的 当所有天书碑融为一体的时候 就可以产生转移空间的神奇力量 接着陈长生与徐有荣在圣后面前消失不见 洛洛非常想念师父 祈祷着石板能将师父带回来 不料话音刚落陈长生就出现在他面前 陈长生告诉他们圣后一定会满城搜捕他们 他们得尽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果然圣后出来之后立即下令 你们两个听纸 无论有什么办法 替真把他们给抓回来 孙子 好不容易找到了儿子还没来得及相认 他的哥哥天海陈武知道后 害怕圣后将皇位传给儿子 就在魔族的挑唆下起兵造反 他们知道圣后法力高强又手握重兵 就打算利用圣月在梦中杀死圣后 那么现实中的圣后也会死去 而只有与圣后有血缘关系之人的血 才能炼成圣月 从而进入他的梦中 于是他们就设计抓来了圣后的儿子陈长生 取了他的鲜血 在混合提前准备好的草药 一起炼成了弥香圣月 很快他们就点燃圣月进入了梦境中 天海陈武身穿龙袍出现在圣后面前 圣后正要命远将天海陈武拿下 不料却没有任何反应 原来在梦境中所有人都被天海陈武控制了 圣后只好亲自出手 却发现他的法力也没了 最后他叫来了几名贴身侍卫 与天海陈武他们打了起来 梦中的打斗真实而激烈 那些被刺中的人在现实中都已变成了尸体 墨宇感觉不对 立刻叫来宫女询问 威逼之下才得知天海陈武抓了他的家人 威胁他点燃鸣香 墨宇急忙带人去赶往圣后的寝宫 却发现只要他们一靠近就会陷入昏迷 另一边的徐友荣救出了陈长生和洛洛 如今只有进入圣后的梦境中才能救他 于是陈长生咬破自己的手指 将鲜血滴到他们剩余的药物中 模仿辐射首领炼制出另外一枚圣月 圣后的人都已经被打死了 他自己单枪匹马又没有法力 根本就不是天海陈武的对手 被天海陈武打倒在地 又被士兵团团围住 千军一发之陈陈长生与徐友荣及时赶到 救下了圣后 天海陈武下令让手下出手对付他们 有了陈长生与徐友荣的帮忙 天海陈武的手下顿时损伤了不少人 梦境中的人一死 现实世界中便再多一具尸体 然而天海家的士兵源源不断 而圣后这边只有三个人 于是陈长生使出自己的绝招万箭归宗 只见他瞬间召唤出了无数把剑 攻向天海士兵 士兵瞬间被全部消灭 现实世界中也遍地都是尸体 天海陈武见状命令手下安援计划行事 而此时天海雅尔也借着救驾的名义带人来到了皇宫 准备见机行事 若有变故就将用雷阵子将整个皇宫移为平地 莫与他们着急不已 奈何圣月太过特殊 外人根本无法插手 这时天海陈武的手下回到了现实中 将事先准备好的幻沙木体倒在了他的头上 梦境中的天海陈武瞬间功力大增 圣后他们三人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 全都被打飞了出去 天海陈武又将他们带入周独夫目的的幻境之中 陈长生他们再次出手攻击 这时圣后的法器又一簪突然觉醒 吹散了宫殿内圣月的迷香 又一簪突然飞出了殿外直击天海雅尔 天海雅尔没想到自己会就这么死了 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扔出了雷阵子 莫与眼疾手快飞身上前接住了雷阵子 这时又一簪直接进入圣后的梦境 天海陈武又召唤出了一批使用了幻沙木体的死尸 大言不惭地劝圣后自尽 但是他却低估了圣后的能力 圣后燃烧了自己的天风血脉 使用天风之火消灭了所有士兵 天海陈武也被打成重伤 然而此时他还是不甘心 自己信信苦苦帮圣后打下的江山 如今却要让陈长生来继承 圣后见他执迷不悟 心中痛惜万分 最后叫了一声哥哥 作为君王他不能再留着他 天海陈武在最后的生命里还想着能爬上龙椅 只可惜他最终还是没有摸到龙椅就被圣后杀死了 魔族公主南克带领魔族士兵 再次入侵人族 眼看人族即将面临危难 陈长生决定牺牲自己 他告诉圣后 就用我的命守住父亲的江山吧 只有我的命才可以稳固姓真 如果我一个人的命可以换取天下太平 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圣后听到后伤心不已 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再次在他面前死去 就算是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儿子的命他也在所不惜 而陈长生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不惜跪下求圣后成全自己 圣后无奈只好含泪答应了他 洛洛知道陈长生要献祭自己伤心不已 他努力劝师父不要去 奈何陈长生已经下定了决心 许有容也来阻止他 为此不惜与他决战 如果自己赢了他 就让他不要去 只可惜陈长生并没有听他的 在决战中打晕了许有容 将他抱回了屋里 轻轻吻了他 因为他知道这将是他们的永别 之后他独自来到了星盘大镇 圣后早已在这里等候 陈长生一步步走上了祭坛 圣后看着他伤心不已 陈长生张开双手跳了下去 圣后不忍心看着儿子再一次离他而去 他要救回儿子 不料陈长生却说 母亲 能够做您的孩子 我很开心 下辈子 我还做您的孩子 圣后紧紧抓着陈长生的手不肯松开 陈长生最终正开了他的手跳了下去 圣后也被大镇反噬摔倒在地 他趴在地上伤心痛哭 片刻之后陈长生被扔了回来 而现在的他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 圣后看着儿子的尸体伤心欲绝晕了过去 这时许有容才慢慢醒来 他急忙向皇宫跑去 男人死去几天后 竟突然从棺材里走了出来 原来陈长生为了拯救人族献祭星盘大镇 此后他的命星飞到了星空中 竟再次见到了周独夫 在周独夫的帮助下终于参透了星途的奥秘 最后周独夫利用自己的一席神念 将陈长生的神识送回了人间 圣后因为长生的离去伤心不已 无心搭理朝政 便将朝政都交给了教宗 当他看到长生再次回到他身边时激动不已 当即决定替长生逆天改命 圣后利用星盘大镇替长生重塑了经脉 彻底改变了他活不过二十岁的命运 圣后也因此内伤加重 只能闭关休养 此时教宗已经掌握了朝中大权 而他就是腹蛇的首领 他的野心也终于暴露了出来 凡事不服从他的人杀无赦 圣后也被他监禁了起来 墨语好不容易见到了圣后 才将一切都告诉了他 圣后知道后决定已静止动 让他摸不着头脑 教宗也不敢轻易对他下手 陈长生见不到圣后很是着急 教宗却下令全程追杀陈长生他们 为了躲避教宗的追踪 陈长生带着他们来到了小黑龙这里 却发现小黑龙虚弱地躺在地上 小黑龙告诉他们 圣后也活不了多久了 陈长生着急不已 最后他利用星途的力量 尝试着帮助圣后的命星改变轨迹 成功为圣后续命并救走了他 陈长生与圣后商议去天书林 参悟周独夫传授他的秘法 寻找打败教宗的办法 这些话却被周通听到了 周通立马告诉了教宗 教宗便决定将计就计 利用这个机会除掉圣后 陈长生与徐友荣他们来到天书林后 却听到教宗与汉青的对话 他们打算在半路截杀伤行中 陈长生听到后急忙赶去相救 圣后来到了天书林 教宗也跟着他走了进来 两人都使出自己的绝招给对方一击 最终不分伯仲 而陈长生他们此时才发现中了 教宗的吊虎离山之计 圣后告诉他这里是天书林 是他的主场 在这里还有大洲第一神将 不料汉青拿着神枪却转身刺向了圣后 之后教宗告诉圣后 有些事他注定会后悔 比如说 你用全部精血元气 救活的那个陈长生 他并不是你亲生的儿子 陈长生只是他们用太子的血 制造的一个胎儿 用来承载星辰之力的 而他因为星辰之力的影响 活不过二十岁 再将他送到圣后面前 让圣后牺牲所有的功力来救他 这样他们才能有胜算对付圣后 圣后听后很是震惊 但他不后悔 因为他对长生已经有了母子之情 不管长生是不是他的儿子 他都会拼尽全力救他 教宗气愤不已 以为圣后到死还不肯认输 他出手想杀了圣后 不料这时陈长生赶到 使用红铜散对付教宗 但是教宗法力高强 陈长生不是他的对手 龙魂玉佩也被打碎 井底的小黑龙盾尸口涂鲜血 教宗就要对他们下杀手时 陈长生拿起剑使出自己的绝招万剑归宗 但是他的境界跟教宗相差太远 已然不是教宗的对手 而陈长生这么做只是为了救出小黑龙 天空瞬间下起了大雨 雨水淹没了北星桥 小黑龙的封印消除 顿时幻化真身飞出了井里 只见他变出巨龙之身来到了天书林 在危机时刻救下了陈长生 出手对付教宗 并趁机救走了陈长生和圣后 小黑龙将他们带到了百草原 此时的圣后天凤之血已经流尽就快不行了 他将自己的修为全都传给长生 只有这样他才有足够的力量对付教宗 并嘱咐陈长生一定要夺回星阵 小黑龙与圣后也终于化解了仇怨 这时伤行周带着弟子渔人到来 圣后看到他很是惊讶 伤行周让渔人跪拜圣后 圣后拉着长生的手告诉他 他是那个让自己体会到做母亲感受的儿子 陈长生此时才知道 圣后早已知晓自己不是他的儿子 圣后将渔人叫到自己身旁 依依不舍地看着儿子 母亲对不起 我的儿子 还有你 长生我的儿子 在圣后的眼里他们都是自己的孩子 他感激伤行周为自己培养了两个优秀的儿子 伤行周也是在此时才忠于臣服于圣后 叫了他一声陛下 圣后为守护这片疆土 辛苦了一辈子 当然也杀过很多无辜的人 也只有这最后一刻才是属于他的安女 他就这样平静地闭上了眼睛 孤寡一生却拥有两个儿子送了他最后一程 在一阵光芒中散碎的元神离开了躯体 最终归于茫茫的星海当中 但长生一时间却很难接受这个现实 自己师兄教渔人 可是自己才是那个最多余的人 师父直接将利剑递交于他 让他报仇 长生却将利剑推理 世上原来没有他 是师父给了他这二十年的生命 更何况自己已经改命成功 他怎会对赋予他生命的人动手 片刻后教宗也找上门来 而伤行舟早就堵在大门口 当初二人只是商议让圣后下台 但如今引导人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初衷 二人亦被二十年首次相见 便是划清了界限 谁过了这条线我就动手 生死不论 伤行舟直接在门口布下一道见证 两人多年未见 各自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水平 教宗一时也不敢向前 但僵持之后心意无忍 随即挑选了一名幸运观众 便丢了进去 这是黑龙第二次大闹皇城 对着人族的士兵嘎嘎的 就是一通乱杀 曾经被魔族蛊惑他大闹皇城 逼得圣后不得不献祭自己的亲儿子 然而此次却是为了正义而来 教宗还以为是为了当年被囚禁来泄狠 只能原地求情 却没想到黑龙养着脸 就是一通乱骂 当看到天空一点红星亮起 才顿感无妙 自从圣后死后星图大阵 便完全被教宗掌控 作为新一届的掌权者 只能用残暴形容 哪怕是与人族交好的妖族 也在他的打压下不忍欺辱 但是掌握大阵 便是掌握了全天下的性命 只要能找出敌人的命星所在 便可以遏制对方于隐形当中 众人经过商议 将这个害人不浅的大阵摧毁势在必行 摧毁星阵 需要至少七人同时点亮命星 会制出新的星图 集中力量一同对抗 但是点亮命星的同时 不仅会暴露自身命星的位置 并且需要一个主星之人来到大阵当中 小黑龙当即便决定 他负责将教宗设法引出星阵 给众人腾出时间空隙 而长生如今修为最高 也承担了主星人的位置 当教宗得知上当了立马赶回星阵 友荣早就拉满了铜宫 只等教宗归来给他的大惊喜 可惜友荣这一击并没命中 但是小黑龙也回到了星阵之内 这张着大嘴 着实吓了教宗一跳 小黑龙修为虽然比不上教宗 但是这防御力确实是惊人 教宗全力输出 哒哒哒哒的对着攻击了半天 结果只是这龙鼻子有些酸痛 小黑龙刚恢复自由 遇到对手也是越打越兴奋 这把教宗急得可是不轻 随着时间的流逝 每个人都逐渐点亮了命星 一个新的星徒逐渐在形成 但是还差一个人的命星 依然未被点亮 黑龙的力气也逐渐用尽 从刚开始的被动挨打 已经成了主动挨打 而星徒不全 将神魂不留化为灰烬 而这个没有点亮命星的 便是长生的好徒弟 自从洛洛断情后 长生对他来说只是个陌生人 而轩原破着急不已 拿出那本陈长生亲手为洛洛做的 写满他们回忆的书 希望他能想起一些记忆 但是洛洛依旧无动于衷 轩原破只好讲述了 洛洛与陈长生之间的故事 洛洛听后竟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但他依旧没有想起任何回忆 轩原破不禁跪下来求洛洛 殿下 那个命星等着你去点亮 而这一次洛洛没有拒绝 与轩原破同时点亮了命星 他们的命星与陈长生的命星相连 终于完成了七星汇聚 这边小黑龙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教宗打退了小黑龙 并嘲讽他们自不量力 接着教宗拿出一片叶子 划破了自己的手掌 飞到半空中用他的鲜血喂养心阵 从而获取更强大的力量 与此同时外面也有更多的人 点亮自己的命星 狗寒石与离山剑宗众师兄弟们 还有白帝 白后也点亮了他们的命星 陈长生看到后再次点亮自己的命星指引他们 一起摧毁星盘大阵 教宗看着越来越不稳定的星阵 祭出更多的鲜血想要稳定大阵 徐友荣和小黑龙也祭出自己的鲜血 你们在做什么 难道你们知道什么是星阵的反噬吗 教宗最终自食恶果被星阵反噬 这时陈长生和徐友荣拿出两段刀 合力攻向星阵 教宗看着寸寸崩塌的星阵不断后腿 突然两段刀合二为一 陈长生一个优美的转身 两段刀脱手而出飞向教宗 教宗还没来得及出手 两段刀已经刺穿了他的身体 与此同时陈长生带着徐友荣和小黑龙 一起离开了星阵 而星盘大阵也被彻底摧毁 教宗和大阵一起消失于天地间 愚人继承了皇位 商行周成为国师 陈长生担任国教学员院长 之后他辞去了院长职务 带着徐友荣一起浪迹天涯 其实看完这个剧之后 感觉很难形容 就算抛开演员阵容演技来说 感觉对没有看过原著的人来说不太友好 很多细节到了剧中都没有交代清 就比如说周独夫从头到尾 都没两段剧情 怎么死的都没说出过一二三 黑袍一个大反派 到最后嘎的一下 竟然变成受害者了 剧中那么多的配角剧情都丰富到不行 为啥就不能在这几个主要人物 身上多陈述些剧情 并且这个电视剧惊奇之处 是有时候隔个五六集去看 也能接的上一段剧情 后期制作团队感觉也有些许短板 背景音乐大到演员的声音都听不清 字幕十二遍的巨大十二遍的小巧 小编不是原著党 也没有看过原著 但能被拍成电视剧的小说 应该都有着大批的原著观众 也不敢乱加点评 所以此观点 仅仅是站在个人立场 剖析整个剧情 此剧到此为止